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而用 先来看建宗自由班这道题 这里一开始是一个三角形 切成三等份 三等份之后里面有几个圆 第一层一个 第二层三个 第三层五个 这边连续基数加起来就是3的平方 所以今天如果切成104等份 其实要做的也是连续基数 连续基数相加 答案就会是这个 104的平方 第二小题是要问说 这里有很多小圆 它的面积会是多少 其实每个小圆比上三角形的面积比是固定 不管你切多少份 所以今天切成104份 我们要去看三角形的面积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大三角 看里面一个大圆的面积 利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 接着我们就来看原本的数字 原本的边长是6 这一半是3 接着这高就是3 那我们要算这内切圆的半径 把它连起来 那这里连起来之后 我们就知道这是1 比上根号3 所以这里内切圆的半径就是根号3 因此圆面积就是根号3平方π 就是3π 这题 这题看起来很复杂 那其实计算很简单 主要就是一个小概念 不管切几块之后呢 圆的面积比都是固定 所以只要看最大块的面积 就可以得到答案 再一个小块的面积 感谢观看